国际快据者李思维于2024年3月14日发布了业务合并 披露、商誉和简直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一整套旨在出示起合理的成本 改进其披露的业务合并有关信息的方案 李思维希望通过这份征求意见稿来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评估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一整套方案是否能够实现该项目的目标 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方案旨在解决李思维在开展国际财务报告准的第三号 业务合并施事后审议中所听到的三方面意见 一是投资者认为他们没有获得有关业务合并业绩充分的信息 二是大家反映商誉简直损失的确认有时过迟 三是有人认为现行商誉简直的测试成本较高而且复杂 为此征求意见稿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进意见 一是改进有关业务合并的披露要求 二是改进包含商誉的现金产出单元的简直测试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新的披露方案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企业披露有关业务合并业绩的信息 具体是在业务合并发生当年 企业应当披露其业务合并的关键目标 以及异域实现的相关指标 在后续期间 企业应当披露业务合并的业界 是否达到了当初的关键目标和相关指标 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基于其关键管理人员 所审核和监控的信息 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二是要求企业披露有关业务合并 预期协同效应的定量信息 并按类别汇总披露 比如收入协同效应 成本协同效应 和其他类别的协同效应等 这包括每类预期协同效应 所涉及的预期金额 实现这些效应所需的成本 以及实现这些效应预期的时间框架等 国际会计证则理事会 正投资者那里了解到 他们需要上述这些信息 来用于其投资决策 但是理事会同时也从一些企业获资 上述有些信息 具有商业敏感性 不应当要求企业 在财务爆爆中予以披露 为此 理事会建议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豁免企业 披露上述部分信息 还有企业对披露上述信息 提出了成本上的担忧 因此 理事会有关业务合并业界信息的 披露提议 只对那些企业认为 最为重要的业务合并 这类合并我们称之为 战略性业务合并 概括而言 理事会顺应投资的信息需求 提出了一整套改进业务合并的 披露方案 但同时又恰当地平衡了 满足投资的信息需求 与兼顾企业成本 及商业敏感性顾虑等方面的关系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 征求件稿中 对包含商与的 现金产出单元的 简直测试的有关改进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澄清了企业应当如何将商业 分配到现金产出单元 或者现金产出单元组 该提议的目的是减轻 线性检测试商中的掩护效应 二是要求企业披露 包含上亿的现金产出单元 归属于哪个报告分布 从而提高透明度 帮助投资者评估 企业在检测试商中的 相关假设的合理性 三是简化并改进了 企业使用价值的计算方法 业务合并披露 商与和检职 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 截止时期为2024年7月15日 我们欢迎您 对征求意见稿中的提议 提出反馈意见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您访问ifis.org网站 谢谢 我们期待着您的反馈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